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丸唐大树 今天跟大家聊聊2019款全新级别的大窃 Limited X 现在这个级别用了黑色和钢灰色两种 第一呢所有的标志它都把它变成钢灰色的 前脸呢纯黑的 然后这个圈外面又是钢灰的 这样有个对比的感觉 再来的话黑色的灯后面一部分是黑色的 镜子轮毂呢也是钢灰色的 那后面双排气管的设计呢也是头这里是钢灰色的 它的头灯是HID的灯亮度非常非常好 这个雾灯也是全LED的雾灯 大树17年改过款了 所以前脸部分呢稍稍就是格的空间会大一点点 看上去更阳刚一点点 但是呢七个前脸代表吉普可以去的七大洲 还有被七大洲所有人民喜欢的这么一个品牌 这台Limited X呢 无钥匙进入远程启动 后面的DDZ sensor都已经标配了 但如果呢想更多的安全性的配置呢 这台车选配了前面的sensor 当然它连着安全组一起了 形成一个360度的保护 同时也给你一个自动停车的功能了 一般来说呢从后面看一台车 可以看得出这个车的定位和奢华程度吧 第一的话呢全黑的标志刚刚提过了 一个大大的Limited X 如果有脱钩组的话 它是把它藏在这里了 原来呢一直到Summit之前都是漏在外面 相对来讲是难看的 再来呢当然这个级别呢 从这里开始就配了电子的后尾箱打开了 另外一个这台车独小的呢 第一次这台车可以搭配全景大天窗了 原来是小天窗 第二呢行李架倒是同级别也有 但是这种刚刚说黑色和深灰 这种颜色搭配呢是第一次有的 还有一个呢黑色的小尾翼 也是非常有意思 全新级别Limited X的内饰呢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第一呢这台车两边都是有电动的调节 八个方向 第二呢这个椅子一定要多说几句 全黑的椅子呢黑色缝线 原来的椅子没有这么好的包裹感 也没有这么好的立体感 那这台车坐上去明显感觉出来 皮质也是更舒适一点 更软一点 有了安全组呢 唐大叔说的那个大眼睛之后呢 除了传统的你可以巡航定速度之外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定距离的这种方式 如果在高速上定了距离呢 你也可以去调整和前车的远近 这样的话车子会帮你调速度 Limited X呢中控这一部分用的是黑库的主题 这一套系统呢17年之后升级了 那首先它可以苹果的Apple CarPlay 或者安卓系统的Android Auto都可以用了 再来的话呢唐大叔提过很多次 这个系统用起来跟智能手机一样非常容易用 因为这台车呢配了安全组 所以呢刚刚提过有360度的保护 也就是这台车呢同时可以自动停车的 第二呢旁边的盲点监控呢同时也有这种叫Lim Departure 也就是说你开车如果自己不小心走着走着跑偏了 它可以帮你纠正的 另外这台车呢带了这种启停功能 长期使用大概可以省7%到11%的油 所以比较不错 另外为了节能呢它平时默认是一个节能模式 如果把灯按亮呢那它就变成正常驾驶模式 那动力会多一点点油耗会高一点点 再来呢你可以完全用把所有节能的东西都关掉 用运动模式配合拨片呢有另外的驾驶体验 大切登机呢是一个五座的SUV 是正常五个人坐还是可以的 另外后排是可以最多放三个婴儿座椅 后一箱呢可以用钥匙按两下 或者这里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里面我们放了一个摄影包作为参照物 现在很多车呢其实已经不配备胎了 还好呢吉普对吧大切是配了备胎 还有常用工具千斤顶啊 卸轮胎都在这边 唐大叔个人比较喜欢是这两个 两边各一个是可以拆下来 而且是防水放雨伞啊 放些什么东西都可以工具啊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全新全新级别的LIMITED X 刚刚讲了很多 但是呢肯定大家会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啦如果呢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不喜欢呢不要给我们差评下面留言 互动就可以了 如果呢你是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也可以联系唐大叔来咨询买车啊 问问题都没问题的 我是车评频道的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